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下位好 我是江苏克润 也是苏州克润的这个创始人 我叫杨大伟 下面我就叫我们公司在夜流电池行业 做的一些在模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和产业化的进展 跟各位专家做一个交流 夜流电池工作原理 因为前面好多专家都说了很多次的 我就不好说了 我主要讲一下模 模应该是夜流电池 最核心的部件之一 起到传递之子 并且隔级正负级电解业的一个作用 我们最开始使用的都是杜邦的115模 曾经价格高达1万多元 整个占电堆成本也比较高 我们近年来实现了产业化 现在我们批量的价格在1000块左右 所以应该说在这个材料的方面 给产业也做了一点贡献 夜流电池模是这个整个 离子模是整个夜流电池模的核心 离子模这块的话 主要是分两块 一块是多孔离子传导模 其实主要是通过分子塞分的这个机理 主要王老师 王宝国老师 那个也是这方面专家 他做的模 主要是基于那个多孔模的这种塞分的机理 包括这个大发售的李先锋 李老师做的也是多孔模 然后这个咱们王老师做的是全副的模 这个李老师主要做的是肺腹的模 为什么我们选用全副模 我们全副模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工甲剑的这个剑长和剑能的问题 咱们那个全副黄酸模 包括这个 这个PVDF的 那个王老师做那个含副的模 它是这个碳浮剑能 所以碳浮剑的剑长比较短 跟碳浮剑比 同时它的这个剑能更大 所以它的稳定性更好 这也是我们在这种强氧化性的这个条件下 选用这个浮膜的一个原因 离子胶化膜这块的话 主要是也分刚才也分三块 一块是全浮的 一块是部分浮的 另外一块是非浮的 目前市面上普遍在采用的 都是全浮黄酸的这个质子胶化膜 这是目前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比较多的 但也不排除 这个有一些项目在用这个多孔膜 并且多孔膜也是有一定的商业化应用的 黄酸模的应用 因为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全部黄酸模的 所以我就下面讲就黄酸模的一些应用和 黄酸模整个的性能的提升和成本的 一个降本的一个趋势 跟各位做一个简单分享 我们目前公司的模主要是分五个系列 一个是均质的黄酸模 就是我们现在在普遍使用的这个212的模 但是我们里面也会有些阻含添加剂 另外一块就是轻燃电使用的 一PTFE的复合型的增强模 主要是燃热电池上面在用的 因为现在已经可以做到8微米 但是它有些方面并不适合夜流电池使用 另外一块就是PTFE网部增强的模 这块主要是用在电解行业 包括电解水质清 还有咱们传统的一些金银电解 这个石科业回收铜 包括这个二氧化律发生 这些的其他的一些电解行业 这个模的制造的话 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时间很长 很多的进步线我们都尝试过 包括咱们双楼杆几硕技术 最早的这个115117的 就是采用这样的技术来设备完成 包括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咱们塑料薄膜的制备也都是采用锅 一般都是采用锅杆几出来制备的 锅杆几出膜它有它的优点 但也有它的缺点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制造的速度很快 然后那个也不要用到容器 所以对环境来讲包括整个的这个成本上 其实要比这个咱们用流眼法有来 或者是溶液法来做的膜要成本要低的 但它有它的也有明显缺点 第一个是它的膜很难做薄 因为你的挤出一般在做80微米以上的膜 一般都会用挤出技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全黄酸素质比较特殊 它在300多度的这个高温的挤出工艺的过程中 会有大量的金属酸的产生 会腐蚀螺杆 所以一般螺杆的这个制造 一个是精度 另外一个材质的要求都比较高 一般是使用那个钢材 或者是采用哈氏合金 这个钢材和哈氏合金的这个加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都采用进口的这个螺杆 那也很贵 一般一套螺杆要2000万美金 所以这个采用这个双螺杆几出技术的这个厂家 目前也比较少的 另外一个就是双螺杆几出的话 它因为它是拉伸出来的 所以它横向和纵向的它的容障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也会对我们有装堆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所以后来115大家在用之后 大家都在普遍采用212 杜邦的212其实跟我们也是采用的是一样的工艺 都是流岩工艺 流岩工艺就不存在这个 这个双向的这个融杖和拉伸不一致的这个问题 但是流岩工艺主要的缺点是这个生产的速度要相对较慢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产线的这个出来 像我们在马上正在这个建的这个火焰工厂的 要15条线15条线可以做到15万500万平米 但是如果用几出技术的话 可能五条线就够了 所以这个是这个融业流岩的一个确定 但融业流岩的这个优点也很多 第一刚才讲它是各项同性 另外一个它的可以做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加入是很方便的 因为它是一个融业的液体的状态 所以它加一些阻残的试剂 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试剂在里面 它是比较方便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做的很薄很均匀 我们现在最薄的话可以做到15微米 就是菌质膜做到15微米 但厚的话也可以做到200微米 所以它薄厚都可以 但是它如果不同的厚度和 它需要用到不一样的这个流岩的模头 和不一样的这个烘干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工艺吧 另外一块就是大家最早采用的这个技术法不太好做 后来就采用这个溶液胶注的技术 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把我们全氟酱酱 通过一个辅配型的配方给它溶解掉 因为氟酱酱酱比较特殊 它是主要是四负乙锡 所以它非常难溶解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配方之后 给它溶解之后 做成新溶液 然后胶注在我们的这个玻璃机盘里面 烘干成母 它是属于一个溶机挥发掉的 溶质就沉溅下来了 这是比较也是我们公司很早期采用的这个技术 这个是溶研法的一个基础 但是这个技术的话就存在 这个每一张膜跟于每一张膜这个区别就很大 然后这个均匀性也很差 然后这个你想去做大批量生产 也很难的一样这样的一个缺点 另外一块就是徒步技术 徒步技术这块主要是然而电池的复合膜在用的 这块的话主要是在EPTFE的膜的上下两面 涂上我们的全货黄砖树脂胶水 然后再给它烘干结晶沉膜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双面辐射钢带流盐技术 我们的沉膜主要是在钢带上进行的 为什么我们流盐法要在钢带上去开展 因为我们一般的流盐的基材是塑料基材 它只能做到120到140这样一个徒步的温度 但是我们在钢带上去流盐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200度 我结晶的温度越高 我的分子间的结合力会越紧 它的结晶度越高 所以我的膜的强度会更好 同时我们对整个的未来的这个膜在使用过程的稳定性也会更好 另外我们现在还在开发一个新型的叫镜子力度技术 这个也是跟我们的EPTFE的膜去开发了一个新的技术 因为我们结合了这个胶柱和徒步的两种优缺点 流盐和徒步两种优缺点 我们采用一种负压吸附的技术 让我们的EPTFE的所有的胃孔里面 都能倾到我们的黄酸树杜绝的以前 我们做燃烈电视膜的时候 因为孔不精的分布不均匀 然后里面填充不均匀而造成的一些漏点 简单介绍一下 黄酸膜的这个结构 黄酸膜的主链是四负乙锡 就是咱们特弗龙 它的这个稳定性和耐久性是非常好的 它的支链是黄鲜腐 或者是黄酸PSV这个单体 这个单体的话 它的极性跟这个主链的极性不一样的 主链的极性是正水的 咱们支链的极性是清水的 所以我们在溶解的过程中 是利用了它的清水的支链的极性 找到了合适溶剂把它溶解掉 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这个缺点 它缺点就是随着我们支链集团的增加 我的导电性能会变好 但同时我的分子链的欠弹结构会变弱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值的强度会变差 稳定性会变差 这是它的优点和缺点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是09年就成立了 现在做这款膜也将近有了15年的这个时间 我们从最早的用这个溶液筑膜 后来到流盐膜 然后做土布 然后到现在的吸食禁止工艺 前前后后也做的六代线了 所以也是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 一直在往前的在迭代我们的装备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人员 我们的工艺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基地 一个在苏州 一个在淮安 苏州那边之前是研发基地 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个生产基地 我们生产基地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交付 明年开始投产 我们淮安那边是有更大的基地 那边占地80亩 大概是500万平米的这样一个产单的规划 去年已经实现了这个一期的投产 有了有了这个这个五条线的这个量产线 其中有两条燃电池线 三条这个夜流电池线 然后我们现在在加紧投产 我们的这个二期 我们预计整个二期投产 应该在二五年会完成 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投产进度 要看我们行业的发展 因为我们磨上产性很快 但是市场没有那么大需求上去了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磨的产能这块的话是没有太大的限制的 因为我们一平米磨目前的话 按照我们客户140左右的电密的话 基本上可以做1.2到1.5个千瓦的这个电池 所以我们可以提供这个整个500万平米起来之后 可以提供5到6个G瓦的这个 应该再算算封编码 能提供6个G瓦的这个磨 所以磨的产能这块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另外一块这个是 另外我们公司的一些荣誉 也是国家级高企 国家专精神小巨人 我们这个去年还跟咱们上海电信 杨总那边一块拿了一个 国家能源局的能源领域重大手抬到的技术装备 是咱们汕头的那个项目 我们是目前是国内在夜流电池领域 唯一一个能够大批量稳定供货的 这个磨的企业 从20年开始 应该说市面上的赵瓦机项目 基本上都是我们用的我们科尔的模 应该说对这个行业也是在降本上有一定的贡献 大连的那个百兆瓦的项目 里面也20年之前用了科目的 20年之后基本上也是用的我们 所以包括其他的一些项目 也都是用的我们的模 所以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验证 应该说已经得到了科普的一个认可 另外在然而电视模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是最早通过国家汽车强健的 国产的制线汉模 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夜流 不单单是储娘 我们在庆南在置心 也有自己的产品 这是刚才讲过了 我下面讲一下我们这个模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参入 因为在座都是专家 好多这个 我们的一些东西平时交流也比较多 然后这个是我们跟进口的这个 以前杜邦县的科目的模的一个基本性的一个对比 我们的这个导电性能实际上是比它要好的 一达瑞比就只是因为我们比它做得更低 它是用的是1100当量的这个黄酸素质 我们用的是1000当量的黄酸素质 另外一个在这个穿刺啊 包括容杖各方面 我们也都不低于这个进口的这个模 简单讲一下我们下面一代正在开发的这个新的这个黄酸膜 因为我们新的黄酸膜 我们主要还是基于我们主裁的一些新的开发 因为我们黄酸膜它本身从这个都班公司 应该是七八十年代就开发出来 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到目前没在离子交化膜这块 还没有其他的膜能够比它做得更好 能够替代它到达这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还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理 再往下做一些新的一些开发 我们主要想在它的这个 因为主电是没法变的啊 因为我们要利用私质主电的这个稳定性 我们想在它的侧链上 就支链上做一些文章 因为现在的短质链的数值 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 比方说像这个苏维公司的 它的新的这个短质链的数值 因为然而链上现在也非常好 稳定性耐久性都有一所提升 但是短链数值也有它的缺点 短链数值在低温下 它的稳定性就是它的这个短链性的不好 因为它的链短 所以它的手不够长 所以它的摆动不够 所以它在这个质子运输的这个情况下 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我们底下想基于这样的一些 长链的数值是在这个低温下好 但它在高温下也会有一些问题 同时这个它的这个耐久性 因为它链长嘛 所以它的稳定性并没有短链的 并没有短链的这个 长期使用的稳定性好 同时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下面正在开发长短结合 同时还有加一个多黄酸黄鲜浮肌测链的这样的一个数值 因为我们现在的每个支链上面都是一个黄酸根 我们下面开发的正在开发的这个新的单体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膀一个胳膊上面有两只手 这样的话通过我多个手的这种运输 在不增加测链数量的情况下 因为你测链数量增加的越多 你的稳定性会越差 不增加测链数量的情况下 来增加它的质子的交换能力 提高它的整个的这个质子运输能力 同而提高我们的导渐性 这是我们打算 这个是我们现在现有的商业化的这个单体 然后这个是我们后来做的这样一个图 就是多黄鲜浮功能的 右上角这个是多黄鲜浮功能的这种单体 然后是多引入这个新的单体 然后来突破这种tread off效应 因为刚才讲的就是这种千段比例的问题 同时单体出来之后 它的聚合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因为要做可控聚合是非常难的 特别是单体和我们主练的这个结合上面 这块是我们现在将要突破的一个难点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新的单体 包括一些小事情做出来 但是你要去做放大 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在一个医生府和一个 那个两个地方府的这种控制上面 它的包括它的聚合的均一性 它的分子量的分布 它的整个的单体的分布 它是非常难控制的 这个也是我们下面下一阶段要去研究和突破的 我们希望能在明年把这个新型的这种单体的结构的数字 给大家真正的商画提供起来 其实小的我们其实已经做过了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小吃出来的东西不稳定 就是这批是好 下批是不好 它的聚合度可能不一定那么均匀 但是我们找挑了聚合度好的 然后做了一些测试 这是我们测试的一个结果 目前在250毫瓦电密的时候 能量整个的能量效率可以达到80%以上 所以说我们觉得未来300电密 达到80%也是有可能的 而且经过5400的循环之后 整体的衰减没有低于1% 所以说低于了1% 所以说也是通过了咱们的一个耐久性测试 这是我们从那个很多小吃里面挑出来好的 但是我们等一下要给它放大做产业化 还要时间 我觉得夜流电池未来的趋势 其实前面这个张老师 包括王老师他们讲的也很清楚 一个是要提高电密 同时一个是电队的电密 另外一个是咱们电解液的电密 一个是刚才也讲的都温度要拓宽 其实这些很多东西 这个都是要我们产业链的很多企业 去共同努力的 包括咱们做烦的企业 因为刚才早上张老师也说的比较清楚 这个超过12万大家都不想干了 超过12万都想躺平了 躺平了这个行业就没有再往前前进的动力了 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做大 又以数量来去取胜 我们下一个阶段是要做更高电导率的模 我们的目标是 制止电导率要达到这个0.12个西门子 现在0.1个西门子 同时要做更高的选择性 这个就是在我们做模的过程中 要做一些添加剂 然后做一些煮凡的试剂在里面 来提高它的这个整体的效率 同时为了提高它的耐久性 所以在我们的支电结构上 要做一些新型的这个变化 同时我们还要降低我们的模的成本 我们模的成本 其实降本的主要过程还是在于 我们的原料 原料的话 这块需要在做客户的大规模的使用 就是大规模的项目上了 我们的原料才能降低更低的成本 因为我们生产五吨的数值 生产五吨的模和生产五百吨的模 其实我们的工业工程是一样的 我们的电号 我们的人员 我们的其他的分摊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这样一个摆 那摆积的一个增长 我们的成本可以做一个比较低的 很快的一个降低 我们是希望 不希望通过这种非常高额的利润 大比例的利润来 来让自己得到这个增长 我们是希望这种大规模 以量来取胜 所以我们公司也定了一个原则 就是一旦我们形成了平量化生产 我们的利润率不会超过15% 我们也希望行业的其他的材料商 跟我们一样携起手来 把这个成本降下来 把反电池尽快的推动起来 谢谢各位 感谢我们大为总的精彩分享 接下来是这个叫提问环节 看看现场嘉宾 谢谢杨总 对于全凡业流电池 它的寿命也是它的优点 也是我们团行业关注的重点 就是离子交换膜 您生产被团离子电池 制作的离子交换膜 那么怎么能够保障 它在使用条件下的寿命 有一个确切的保障 对 我们现在从 我们自己公司 每开发出一款新的膜 我们都要放在单电池里 一直在跑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单电池的测试数据 同时我们做这个行业的时间很长 为什么我们选用 一直选用全副黄酸膜 也是基于寿命的一样的机理 因为这个441系 这个东西你就100年也不会降解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是 问题是非常好的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客户的案例 我们最早在这个 咱们大力电工那边的这个 那个电池 十几年前了 现在还在 还在充放电 所以包括我们这几年的项目运行下来 黄酸膜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包括长寿命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 我们知道它的化学稳定性比较稳定 但是有一个句俗话叫水滴石川 对 长期的在流动状态下运行 它是不是会减薄 或者是它的冲击性 是不是把这个膜 它的这个使用寿命要减少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没有继续去推特别薄膜的原因 因为这是很难去 规避的一个问题 必须要去长时间的验证才能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 五十位密膜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五十位密膜已经 已经十多年下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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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